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样新东西 真是一个Game Changer Swift Playground 4.0 当时还要安装iPadOS 15.2 更新了之后 就可以在iPad上直接写iPad的Apps 以往做一样东西 都要有一部Mac机或MacBook 再行Xcode 但如果你没有这些装备 iPad 基本上都未可以写Apps 但现在做得到 我们就初步尝试 我写了个初中数学科 叫Rotational Symmetry App 好 它环境是这样的 有时它都会crash 但基本上都稳定性都高 你可以support rotation 可以转这个写花 你看到重叠的时候 就会有些符号 会展示在textbox 可以转它 转一些物件 这个是教中心数学科 就是用这些工具 可以转的 可以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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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 事先弄一些 png 有一个transparent 可以转一些 方便你做这些 overlay的情况 我们简介如何写 远时都会拍一些片 可能 由零开始 如何在iPad上面 射APP 这里有一些 刚才那几张照 这些就是它的access 1 2 3 有那张照 拼档用来 基本上 所有的code 大部份在content view 这个script file里面 好 我们都解释一下 右手边这个就是preview window 那都几方便的 就是你在左边打的code 右手边可以直接 show the result 就是不用下按run 去出个结果 比如你出个layout 那些字放的对不对 或者有没有bug 有没有crash了的地方 这里右手边直接 做出来都是 就是几方便 好 跟着我们看左手边 这里是rebrose degree 1 2 3 就keep住 比如刚才转的那些图片 就是他转了几多度 好 这里就是主要的code 在body里面 就是第七行 这里 那就一大堆 其实呢 是重复了三次的 基本上主要就是 做了一张照片的rotational symmetry 跟着呢 将它再复杂的 这里总共有 就是其实有 三对很类似的code 那样 好 这个spacer就是隔行而已 就是退位而已 其实spacer呢 h stack啦 还有v stack 这些纯粹是 砌个layout swift挺有趣的 除了那个program的logic之外呢 它又可以给你砌那个layout 有点像砌html的网页 那样的概念有点相似 那么h stack 和v stack 不如我们以后再慢慢再讲了 那这些text box 或者text control 出些字文字 那这些呢 它叫modifier 比如dot字头这些呢 就叫modifier 其实都好似呢 Python里面那些function 里面那些properties 或者method一样 那这里呢 以前呢 这些 在个软件的app上面呢 就是做那些menu里面的setting 那现在只不过是打曲 那样的 比如设个size是60啊 这个设个size是20啊 那样 好 跟着下面呢 extract reset 那这些我们稍后再讲个layout了 那想拿一张照片出来的 那有一个image的command 那就是这样 就这样子打的 image 跟着呢 bracket就是image 就是furname image1这样 那左手边你的assets呢 对回名都可以的 这里 image1 那这里呢 它自然会 load到那张照片出来 在右手边的preview window呢 这里呢 会显示 那跟着呢 就image有自己 本身一堆的modifier 那resizable啊 expect ratio 这些呢 就是教电脑科 非常有用的概念 因为呢 因为你要load一张照片 这些照片出来呢 其实你要知道那张照片的特性 experation啊 它的width和height frame width和frame height 这些呢 全部在script里面呢 都有一些set opacity 那所以用来教电脑科呢 就是拖片程的教电脑科呢 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呢 你真的要写出来的嘛 那你便自然会了解那个image的特性 才可以写到program 或者是写到app 好了 这些image又可以overlay的 譬如你放另一张照片下去 这里呢 我就做了一个rotation symmetry 两张照片要搭起来的 所以呢 又有support一个overlay的command 那你command 或者叫modifier 即未必会知道的嘛 那其实是做法就是一路google住 一路去写code而已 一路写一路google 那譬如我想知道两个人搭起来 一起什么样 那去google search script image overlay 那就会有一些tutorial啊 网页啊 甚至是影片呢 教你怎么做 那你跟着去做呢 就ok了 那跟着overlay的image 这个image呢 也都会有它本身的modifier啦 那这多月了 resource exploration frame opacity 那跟着就 这个rotational effect 就是会capture 你rotate 照片的angle 那这个是 其实是swift support的gesture的部分 跟着就是gesture的modifier onchange on end 这些我们记住呢 它转了多少度啦 而且它结束的时候呢 那个angle是多少 好跟着呢 这里呢 就是check住它呢 就因为呢 这里我会夹排60度 这个order 6的rotational symmetry 60度呢 就要show show 它重叠做了 这样 那用if then else 或者if else 计住那个degree angle 除了60 因为呢 我每个60度呢 就要show show overlap 那用个modulus division 那因为呢 你很难做到 绝对准60度的 所以这里有个 就是absolute function 再in energy 除60 如果remainder 三个1这样 等它有个range 就会show到 这个overlap 这个字出来 那如果没有分辨呢 就show那个angle出来了 用一下那些streng int 那很有趣的 SWIFT呢 那它的function呢 那有些就是int i是大家的 有些呢 就 第一个字是世界的 比如rong function 那暂时都没摸通 它为什么有些大家是世界的 好 那跟着呢 就再下了 那跟着呢 就第二张照片了 image 2 就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重复回刚才那对句 不过呢 就 改了做第二个image 2 那样解 那image 3 都一样 image 3 都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可以下一个 的array 或者list 记住那些image found name 用for loop 都可以 不过呢 就暂时 我们不搞那么多字 好 那接着做reset button 关于button呢 SWIFT呢 就这样的 就有 两面的 挺有趣的 action 一堆曲 它的界面 就是画面呢 就是那个outlook的外观 有一堆曲 那样 比如那button呢 action就是 我reset回那三个angle 去 degree 123 去0.0 floating point number 那有一堆东西 那它界面是怎样的 比如那个button的 它的字 是reset啊 它的font啊 有没有那些padding啊 background 什么颜色啊 button那个 角位 圆形的半径 那样的 就是它要圆光的button的嘛 iPad很流行的 那样 都可以 reset 那就是分开了 好 那这儿基本上都齐了 那就是那些曲子 那些相片可以随时在这儿找 翻出来啦 image 1 2 3 4 那所以呢 我们再run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update and show app 那就可以玩的啦 那这个呢 app的最大好处就是说 学生他玩的时候呢 可以互动啦 那样的 他一路玩一路做 但是这个呢 它不是看片的啦 就是我这个不是一个video来的嘛 那是一个app来的 就是有得互动 video始終是单向 又不是Explain Everything 又不是一个的Animation动画 那是一个可以 学生可以互动的app 那这个就 对学习有几大帮助啦 因为呢 你就可以呢 做一些互动的东西呢 给学生他直接自己玩那样的 那你可以做一些类似的game 一些简单的game的东西呢 可以透过一个app去做 好 我们再讲完怎样share给人 那很简单的 share 三点 那譬如我想share给学生 share project 那可以直接airdrop他啦 最简单airdrop 那他可以直接装回iPadOS 15.2啦 另外呢 Suite Playground 4啦 那可以直接开到来玩的啦 那他玩完之后呢 又可以直接airdrop给另外一个同学 那你一传二 二 二传四 四传八 其实很快会airdrop给全班的同学 那这个是一个做法 那另外当然啦 可以share find iCloud 那都可以的 那你就会拿走出来啦 那跟着呢 他就可能scan key record啦 download回到他自己的iPad Suite Playground里面 不过我就觉得airdrop呢 挺简单 就是直接送给他呢 他可以直接开到来做 好 这条影片呢 我们回到这里先啦 那你又我们慢慢再 从基础开始讲起呢 Suite Playground呢 怎样在iPad上呢 写App啦 拜拜 拜拜